言情剧一直是电视剧市场里的大热门 甜蜜的爱情故事总能让观众看得上头 去年你是我的荣耀播出后大爆 迄今为止累计播放量破46亿 高智商加高情商甜度爆表 还有你是我的城池银磊 白晶蹄与马思纯这对组合一开始让人觉得意外 看完感觉相当达 特警与医生的CP磕得嘴角上扬了 而今年有一部大爆款 杨子肖战两位顶流的号召力不是盖的 余生请多指教播出后 将热度拿捏 眼下累计播放量也突破了41亿 灵之笑和顾薇互相治愈的感情 笑点与泪点兼具 看的人意犹未尽 肖战和杨子两个人的代入是演技 直观地告诉了观众什么叫做 小说照进现实 尤其是肖战会拉丝的眼睛 直接让无数观众败倒在他的魅力之下 而纵观那些爆火的小甜剧 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大IP改编 上面提到的这两部剧就如此 眼下又有一部 拥有庞大粉丝数量的小说 偷偷藏不住 传出筹拍的消息登上热搜 据说偷偷藏不住的女主角 将是这几年 热度一路走高火速窜红的赵露丝 赵露丝和杨阳主演的孤偶 且是天下刚刚完结 虽然开播之前 女制片人就和男导演开启了 疑似中年人爱恨情仇翻外的长故事 略有些一言难尽 但赵露丝对角色的完成度还算及格 另一边赵露丝的代播 古偶之作 还有合作无垒的心悍灿烂 同样是大手笔大之作 赵露丝的存货 还有合作关小彤的县礼大剧 胡同 以及正在拍摄中的后浪 后浪男主角吴刚 定位是中一题材 显然更偏正剧画风 赵露丝在其中表现如何也很让人期待 但关于赵露丝出演 偷偷藏不住的女主角这件事 网友们还是不看好的 在大部分观众眼中 赵露丝更擅长诠释 阳光开朗又大大咧咧的形象 比如哦我的皇帝陛下里的洛飞飞 传闻中的陈千千里的陈千千 都被她诠释得很好 而偷偷藏不住里的丧志 则是心思细腻敏感的女孩 与赵露丝的戏路好像并不搭 也难怪书粉会抗拒 毕竟谁都不希望选角太颠覆人设 另外赵露丝的路人员也是一大硬伤 尤其是在且是天下大火后 赵露丝在剧中演技过于浮夸 就连造型也充满违和感 后底鞋相当出戏 一度遭到网友吐槽 不过赵露丝毕竟演技经验丰富 在其他剧里面表现也算可圈可点 也许这次能在偷偷藏不住里 凭借实力刷新观众对她的认知 挽回一波口碑 但是男主就让人十分无法接受了 坊间传闻 偷偷藏不住的男主角 会是哇唧唧哇旗下的翟霄文 翟霄文选秀IDOL出身 并不是专业演员 在你微笑时很美 暗恋局升怀男里表现平平无奇 和赵露丝此前合作的杨阳 吴磊 吴刚等男演员 区别差异度有些大 还真没到担任男主的水平 而且段嘉许这样人间理想型的男主 最考验颜值和气质 翟霄文清秀的长相 与段嘉许妖孽的设定 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毫无关系 看来观众说 有种塌房的感觉 不是没有原因的 再加上剧中男主跟女主 大了不少岁 所以外形上是有点年纪差的感觉 翟霄文的话脸太嫩了 跟赵露丝站在一起的话 好像比赵露丝还小 跟人物设定是不相符的 而这部剧原著粉的要求还蛮高的 所以如果是翟霄文的话 会被骂得很惨 毕竟消息刚一出来 粉丝就炸锅了 表示他房了 翟霄文脸太嫩 演技还跟不上 自然跟大家心目中的段嘉许相差太远 更何况因为广播剧中 宣宗的配音 大家心目中的段嘉许 是成熟的有魅力的 自然就不能接受一个小娃娃了 不少网友也自发地推荐起了 自己心中的段嘉许 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 顶流男演员肖战 虽然之前肖战没演过这种线偶剧 但一部余声就彻底让观众 见识到了顾医生的魅力 再加上肖战和赵露斯在之前 哦 我的皇帝陛下中就有过合作 虽然是爱而不得的男二 但两个人之间也挺有CP感的 而且肖战的瑞凤妍太勾人了 和男狐狸精的形象简直不谋而合 这么看来的话 肖战来演段嘉许也许非常不错的 偷偷藏不住原著小说 是一个关于暗恋的故事 年少的桑志心里偷偷住进了一个人 那就是他哥哥的朋友段嘉许 这个哥哥有一双好看的桃花眼 会管他叫小孩 可这份暗恋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发芽 年龄差如此之大的他们 要怎么突破重重阻碍在一起呢 在如今的电视剧市场中 有关于暗恋题材的影视剧也不占少数 比如张嘉宁和曲楚潇主演的 一闪一闪亮星星 男主张万森用自己的生命 保护他心中的星星 被网友称作暗恋界的天花板 如果没有这场穿越 林北新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有一个男孩为他付出了生命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像张万森一样 心意被对方知晓 也有很多人的心意到最后 都没有说出口的机会 成为了一段遗憾 还有暗恋剧生怀南暗格里的秘密 都是跟暗恋题材有关的电视剧 这都足以证明 暗恋这个题材的火爆程度 而偷偷藏不住这部剧 在涵盖了暗恋元素的基础上 再加上庞大的原著粉丝群 为波鲜火的架势是肯定稳了 那么作为原著粉 颇多的一部改编剧 制作班底阵容也成了 网友关注的重点 虽然说暗恋是偷偷藏起来的 但这部剧的制作班底 却耀眼到不行 目前偷偷藏不住 已经发布了祖讯 导演和编剧都颇有来头 此前都有热门言情作品 代表作分别是 你是我的荣耀 微微一笑很清诚 此次偷偷藏不住项目的出品方 是各路秀粉很熟悉的 哇唧唧哇 传闻中男主角翟肖文 所属的就是这家哇唧唧哇 苏友鹏一度在节目中念错名字 唧唧哇哇的 正是这家哇唧唧哇 毛不易 火箭少女101解散之前的 杨超越 吴轩一等艺人 胡团I1SE 毕业之前的各路爱豆 比如周震南 夏之光等等 经济合约 奇数归属 哇唧唧哇 额场的现役男团 intro1 各路爱豆同样也是 哇唧唧哇的艺人 从电视剧制作经验角度来看 哇唧唧哇的经验 似乎并不丰富 没有太多成功的过往案例 但从资源调动的角度来说 公司的掌舵人龙丹尼 可是著名的电视乡军 娘子军艺员资源丰富 且背靠超级平台额场 可调动的资源应该相当可观 还是可以浅浅的期待一下啦 总而言之 偷偷藏不住这样热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 热度方面完全不用担心 原著也打下扎实的基础 又有金牌制作团队加持 剧情有所保障 虽然选角明显不尽人意 赵洛斯和翟霞文令观众直呼救命 不过也许在金牌导演的带领下 两人能有精彩演绎 还是先期待一下 不知道你满不满意这个选角呢 好吗 我看了一下